台湾艺人蓝军天 JR纪颜凯 世元介 温申豪 四位这天为他们年底的演唱会彩排 虽然四位都拍过不少文人熟悉的戏剧作品 但其实他们也没有放弃过音乐 为了这次的演唱会 他们还事先准备了很久 还没一起 我们就想说我们都拍戏一直拍一起 然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喜欢唱歌 然后也都发过唱片 然后当然最后被 以大家认识最清楚的 当然就是以演员为主 那么试过尽情 就那么多年过的 其实心里面还是 唱歌历史的时候还是有些激动 就说如果能不能跟台湾唱歌 就很live的感觉 互动的感觉 我觉得那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说好吧 那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这件事情 他们四位各自都有工作安排 所以在排练时间方面 也有点难以协调 听说凑齐四个人的行程分享不容易 也没有啊 四个人本来就 而且那个重点是 因为这个温哥在拍重很大戏 对啊 要把责任推 不是 拍戏本来是最大 因为拍戏那个时间很难敲 剧组对啊 所以我们要凑齐 大家一起彩排训练 只能用就是简讯通知 然后靠导演组他们 然后那毕竟就是 我们也不能阻止温哥往前 所以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蛮感激的 因为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让我们整个行程往后延 这是第一个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的 希望谢谢我们一线的医护人员 因为他们的抗疫 然后加上我们全民共事的防疫 让我们能够得以 今年确实在2020年的年末 把这个我们已经 在年初就预计推给大家的这个秀 给圆满的达成 至少我们在2020年 都完成这个任务 对 真的蛮感谢 蛮感 也很感恩 就是这个时间 还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是的 是的 而演唱会的歌单 就安排了20多首歌曲 温生豪透露 每首歌曲对他来讲 都有特别意义 我选歌单是很有意义 歌是这样 因为我们四个 其实我们刚刚私底下还在聊 说为什么会选这些歌呢 其实每一首歌 对我们来说 都有一个生命的硬气 当然在不同阶段 20岁的时候唱歌 30岁唱歌 40岁唱歌 唱同一首歌的心境都不同 但一定有几首歌是 在我们生命的历程当中 占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们特别就把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的这一首歌 挑出来 然后希望把我们这一份感动 分享给台下的每个观众朋友 情非得已 情非得已 情非得已是这样 因为我跟元介那时候在聊 我说台湾的偶像剧的line 是从流行花园开始 让台湾的偶像剧能够走了 将近15年的高峰 那我们四个其实都有受惠到 这偶像剧的当时的这个浪潮之下 我们都是其中受惠者 那么所以我们特别就选这首歌 来致敬台湾偶像剧的 算十组啦 这部第一次能够 卖到全亚洲的戏 那我们很感谢这部戏 所以我们特别选这首歌 就是 这个仅仅仅是真估计